Hello 又是北基道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我們在做科技來說 叫做Proof of Concept 什麼是Proof of Concept? 就是Proof一個概念 是不是可以OK 我們先頭做了很多study 很多knowledge都說OK 但你沒試過你怎麼知道是OK 但這個世界在做實驗的時候 當然可以Proof一個concept 但是在世界上 有時要抉擇在行人路 十字路口 我們怎麼選呢? 所以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要學會行行行 要不是選錯 今天有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亞洲有兩個地方 一個叫香港 一個叫新加坡 他們都在2021年的時間 一起又很開心 我們都做得不錯 防疫抗疫都差不多 我們搞個計劃 一起有個叫旅遊氣泡 簡稱的 其實整個叫航空旅遊氣泡 但是在一個日子裡面 你又多了人 我又多了人 染病啊 那什麼熔斷機制 什麼都沒有用 不要搞了 大家就不搞了 那一天 我就有記錄了 就是2021年的8月19日 喂!不羈到你這樣 當然啦 取消嘛 你上網上查一下 是那天的 不是就8月20日呢 他們就互相說那個氣泡的計劃呢 就reject了 因為大家都沒有ready 到我們ready再談 我還記得 邱騰華那時候 是很想上一間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邱騰華 很想開到的 很想可以那些航空公司 喂! 只是我們兩個飛來飛去 我們享受 接著要怎樣 閉環管理也好 總之就不要斷了 但是最後那天不行啊 好了 香港就繼續走那條路 就叫做防疫抗疫之路 但是新加坡走那條路呢 就是說 不要啦 我們不如自己搞 就走一條 與病毒共存之路 病毒共存之路 還是李顯龍自己出來說 現在大致穩定的了 是亞洲第一個國家 去自己出來說 走一條這樣的路 那時候我看到電視 很震撼啊 這個就是賭 他很不幸運 不幸運就死了很多人 但是他們的醫生啊 他們的醫療設備啊 醫療團隊的專家 給他的information就是 重症不多啊 死人的數字不大啊 真的沒事啊 可以一試啊 還有打針又多啊 免疫能力又呈現 真的有抗病毒的情況啊 好 一個就選擇A 一個就選擇B 其實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實例 為什麼呢 真的有兩個地方 同一時間去做一個事情 而之前他們又想 一起做一個計劃啊 那是不是很值得 這個科學研究呢 是啊 同日呢 我在網上找一些資料呢 他們呢 新加坡呢 還說一件事 放棄了推動這個旅遊氣泡 但是新加坡同時放寬香港 澳門 以及德國 和文來已經接種 這個疫苗的入境限制 所以我們在網上去 撤銷了隔離檢疫的要求 但是為什麼 我們香港那些 不會去那邊旅行呢 因為很簡單啊 回來 哇 很複雜啊 你准去 回來的cost 太大了 入住酒店啊 隔離啊 還有九萬多個措施 天天都不同的啊 還有回來之前又說 要檢疫啊 沒有人願意去的嘛 好了 但是他都說放寬的 但是他放寬呢 就繼續堅持自己走的路 香港就 走自己的路 換句話說 有兩個很重要的實驗 同時在亞洲兩個文明的 發達的經濟體一起走 日本那時候還沒有啊 台灣當然還沒有啊 現在台灣也是剛剛開始的 那你就看到這兩個結果 是一個科學 有數據支持的結果 最後來 可能給我們一個什麼的啟示呢 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的了 今天 他經濟活動很活躍啊 我們的經濟活動很不活躍啊 你拿去做實驗室 你已經知道 原來被隻白老鼠吃這些 他會死啊 被隻白老鼠吃這些 原來不死啊 那你以後會做什麼 當然就是這些啊 這個政策是否成功呢 我不去說他成不成功 我們看事實根據的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結果體驗大法 而我们还要在体验结果之后知道一个事实 回到我们要进步 如果我们不用进步什么都不用管 政府谈论 谈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但是现在有个结果给你们看到 好,待会再见